我自己推斷还是跟这个果条关系是比较大 这个是从疫调上来看 那当然是食用果条的人有问题 那食用炒面炒饭的比较没有问题 我们验的这批是23号进货 那可能之前的果条会有问题 目前一切证据我想可能比较倾向于在 发生在保龄的这边 S3店这边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其他地方并没有 当时26号我们去这个保龄茶室 扣回来的这一些食材 还有调味料等等这些 那通通没有检验出来 当说毒素可能来自中国 然后就被质疑说食安也要抗中保台 那部长会认为毒素来自中国吗 我想一个毒素飘洋过海来的话 应该比较不太可能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不是这个毒素本身并不是说单纯在实验室里面 制造出来然后去除了说所谓的标准品之外 大概不会是这个样子 好那这个是26号的时候我们去现场机查 带回了35样的食材 那35样食材昨天在假日的话食药署同仁都把它加工加班都通通把它做出来 那通通都是阴性那里面也包含了一些蔬菜 还有一些调味料 那这些当然原始的果条香兰叶这些都有业 那通通都是阴性 那目前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不推测哪个食材比较有可能性 目前我自己推断还是跟这个果条关系是比较大 这个是从疫调上来看 那当然是食用果条的人有问题 那食用炒面炒饭的比较没有问题 那这个果条为什么我们去验的时候 26号拿回了食材果条也是隐形 下游这边不管是制造厂或者是它制造厂的下游 我们都验了都没有 那推测可能是我们验的这批是23号进货 那可能之前的果条会有问题 可能会有问题 那当然推测式果条也跟这个米酵菌酸 这个本身特性有关 因为它一定要有这个唐仓博 唐仓博克氏菌 那它是比较好发在这个我们的玉米淀粉 玉米制品相关制品 淀粉制品还有椰子这上面 那我们这个果条就有玉米淀粉 那这个是比较符合的 那这些种种的因素 我们就判断说在前面那一批的果条 是不是就有发生问题 这是我们现在的判断 目前是不是有想说想要找找看 有没有办法找到前一批的果条 好我想我做了也做很多努力 我在网路上看到有一个这个民众 他在平台上点了两份 然后他一份吃掉就发生症状 那另外一份听说冰冰箱了 那结果我就赶快找人去找他 又有找到他了 但是那份他已经丢了 因为都黑掉 臭掉所以他就丢掉 那另外也有人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去厨余里面挖了 这百货公司的这个厨余 这个他不是像一般餐厅 一阵子才说他可能很快就都清掉 所以也没有厨余可以去处理 所以要找回当时的食材 我想可能难度是非常高 这讲新约百23刚才说 只有卖三样商品是这样吗 对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说 因为他快要结束营业 所以他卖的东西就很有限 好像是记得是炒饭炒面跟炒果条 好像是这三项 目前是不是已经没有外扩 就是已经有点控制说 现在这个状况 对因为通报 我们开放通报到现在 也经过一段时间 那陆续通报进来都局限在这个S3这边 只有两例是在所谓饶河店 那饶河店那边昨天我们经过检验之后 也发现他没有米消菌酸 相对于在S3这边有症状的都有检出 那还有就是那里在饶河店那边 他吃东西也不是果条 有一个不是 那我想可能是另外的事件的几率比较大 这个唐昌浦伯克氏菌啊 目前推测是不是可能环境 或者是处理过程 还有一个是可能人为把它带入 好我想这个都有可能 那唐昌浦伯克氏菌 这个菌据农事所 農業部农事所说 其实我们本土是有的 但是只有一个亚型会产生 这个所谓的米消菌酸 米消菌酸 那在台湾好像很少见 那是不是从什么管道带进来 那这个我们还要再去研究一下 那不过我们有做环境採检 因为这个是一个关键 这个菌是关键因素 当初我们去稽查的时候 就有做这个环境採检 还有一些相关的场域 我们也去做环境採检 那这个检方现在也都在办案中 那这个环境採检是主要要去培养那个细菌 那这个需要两个礼拜 那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就没有办法赶 我们从那个时间到现在已经经过大概四五天 所以对大概还有十来天左右 那可以帮我们讲一下通报个案所的检验结果吗 还有多少是正在检验中 那预计全部的结果什么时候会出 那我想物品的部分我们检查的差不多了 如果就米酵菌酸来看 已经检查差不多了 那人的部分还有一些是没有住院的 没有住院的 那还有九位现在有检体正在检验中 那么还有一些少数几位是不愿意的 那我想我们警卫森局再去跟他们说服一下 看看他们有没有愿意来抽血 因为只是抽血而已 这个我们还在继续处理当中 所以目前是不是没有办法排除说 可能问题会出在这个保龄A13的餐厅的厨房里头 我想那里的几率是最大的 目前看起来那里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你们跟国外订的标准是你今天会到货吗 那另外想要问改名的专家会议 预计什么时候会造成 好我想这都是 这个到货应该我再去查一下 因为我们有三个地方都有订 北荣还有台大 还有我们食药署都有订 那他们分别是跟不同公司订 那我们去看一下他到货了没 那目前标准品是都还够用的 那你说改名的部分 我想这礼拜我想我们就会去开会 因为不只是为了这个改名 也为了了解这个细菌它的生态 那后续我们要做什么 那这个改名的部分我想我们会尽快的来召开 不就是这个专家的会议对不起 我口误专家会议这礼拜也会来召开 刚好陈上提由张化局长叶燕博 他就表示说米不是元凶 可能是进口淀粉比较有可能 是对我想因为他这个毒素的名称 一开始就有一个米 所以就很容易让人家误解 我想是不是后来 未来我们在更名的时候 也列入这个考虑 那我想这次跟米食的关系是比较小一点 因为我们的这个果条 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只有少数一点米而已 那大部分都是这个玉米淀粉 番薯粉这样子的成分比较多 所以进口淀粉也有可能性 对当然有可能 那在什么地方污染的 那这个当然没有办法去断言 不过目前一切证据 我想可能比较倾向于在 发生在保林的这边 A13店这边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其他地方并没有 因为如果假设它是从原料就有 那可能它供应别的地方 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 这个也是有可能 市长看到食材检验清单 有专家怀疑的那个木耳 是不是还没检验 因为木耳已经 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已经没有木耳 已经用完了 所以我们现场没有收集到木耳 那木耳我是觉得说 当然也有可能 不过这个我们会再问一下厨师 是不是炒面的时候也有放木耳 但我们知道吃炒面 其实是没有发生问题 所以它炒饭炒面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放木耳 这个我们再问一下 如果没有办法确定是保龄的话 那是不是接下来的责任归属会比较有问题 没有办法确定是保龄 就是说证据啦 证据 那这个等到可能要等到证据都出来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因为检验还在进行中 细菌培养也在做 现在目前武力加护病房的他们的症状 是不是四个人严重 然后要用血浆治完素 对对 那血浆治完素当然是 我们在那天27号专家会议的时候 大家有做讨论 那每一个加护病房 当然他们有他们处理重症的这个方式 那因为这个米酵菌酸 它本身是没有解毒剂的 所以而且它代谢比较慢 它每四天才会少掉一半 那所以都是用这个 我们重症加护的自治性疗法在帮他们 那目前五位 一位已经好转 那四位还是蛮严重 昏迷重 这个我昨天也都说了 那目前的话有31个个案 那其中两例是死亡 然后有五例在加护病房 三例是普通病房 那其他都已经返家 那检验的进度呢 检验这些的话应该是有14件吧 已经有检验结果是阳性的 那饶河街那两岸的话是阴性 是没有这个BK 这一个米酵菌酸这一个东西 那其他的这个检体的部分 其他检体的部分 那在当时26号 我们去这个保龄茶室 扣回来的这一些 这些食材啦 还有调味料等等这些 那通通没有没有检验出来 那所以现在最推测 米酵菌酸的人头到底在哪里 这还是要逐步的再去这个分析啦 因为看起来 也许仍然是这一类啦 但是是不是已经用掉了 比方说这些果粉那已经用掉了 是不是是在那里面 我们去现场采回来又是新的一批 所以当然就验不出来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 那另外的话 对于这个厨师本身 那他是否有在过程当中操作上面 到底是有什么样可能的情形出现 那导致说让这个米酵菌酸 会在那边被分泌出来 那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 不过这些都是要看未来这一些调查的结果 然后综合去做研判 和美香说毒素可能来自中国 然后就被质疑说食安也要抗中保台 那部长会认为毒素来自中国吗 我想一个毒素飘洋过海来的话 应该比较不太可能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不是 这个毒素本身并不是说单纯在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 然后去除了说所谓的标准品之外 大概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如果是在一般的食物上面 或者食材上面的话 通常不会是故意去添加 element 感谢にütfen 解释苦识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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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感谢 感谢